Must be preserved 好 歡迎回來HCT冠軍總決賽 接下來是由我跟UCCU來做這個接下來八強賽的轉播 剛剛進行一連串很精彩的比賽 殘酷啊 只能說是殘酷啊 好快喔 3比0 三場 打輸一個走一個 對 那接下來八強第一場是由Jason Joe來對上Duck Punk 那Jason Joe他第一場選用的職業是瘋狗德 Duck Punk選出的是菜德 是 那這個兩個 這兩個人在打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其實瘋狗德在前面的鋪場其實算蠻重要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也有看到有一場是Frozen在打到 然後打到那個就是快功德的時候他的散播瘟疫差一點可以打回來 所以其實在這個對戰的時候我覺得其實在散播瘟疫的下的點我覺得蠻重要的 那也就相對牽扯到菜德前期開局的成長速度了 不過這邊有點衰喔 這邊在棋手的時候派起就又出來了 能不能多按點磨就看這隻豬了啦 你看那個按摩的也是不知道 怎麼有人可以進女色又走到這 莫名其妙 不是說我們打爐時都不能進女色 不過沒有他女朋友也是選手嘛 這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好這邊大部分 應該是選擇直接過了吧沒道理 還是要做裝一下嗎 應該是安排將來的水晶發揮啦 不過這邊因為棋手他有派起喔 所以這邊相對少一張牌以外 節奏還差了很多 在前期的話這邊 這邊座應該也要稍微想一下說 他的水晶利用要怎麼發展 我覺得這首沒什麼太多餘的選擇 選擇是直接越來印記喔 不是這個叫做亞莎阿菊印記 對 正印記下去其實就只是 讓他的傷害來的比較高 比撲兩個來的 可是 因為他可能也是故意到說 因為現在 手上沒有做全體Buff這種東西 所以他先把這個成擋起來 等到全體Buff來 我們再一次加起來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嗯 但相對我覺得缺點 這樣打的缺點也還蠻多的 就是 你待會抽到全體Buff的機會其實很高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先鋪下去準備 然後 如果這東西太晚鋪 你還會怕散步瘟疫這件事情 是 所以他 其實他剛剛也在猶豫蠻久的 所以說他覺得要 讓整個檯面變 一個是比較 比較快 但是在中後期的節奏 補起來會很痛痛 是 對所以 他這首選擇 我覺得不到太差啦 但 如果是1加1賭神抽 這場可能比較好 因為 他應該要感受到自己有點劣勢 其實他在上亞太太G的時候 他可能也在想說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抽到野獸 對那 是不是先把這個東西 先 先讓他變成 加2加2 然後 先 給這邊的菜的一點壓力 會比較好一點 嗯 也確實啦 如果早一點上Buff的話 踢到越多次 這張卡的效益其實蠻高的 是 那這邊是選擇要鋪場還是要再掌呢 這邊菜德的話 應該是比較希望再 繼續掌 可是他相對的 他可能 因為檯面上這樣的場面 如果Buff起來的話 會有點麻煩 那是不是會選擇做 揮擊 或者是 再用生物去跟他對抗 這樣 多一次23在這個年代 還差蠻多的 不過如果以剛剛的猜測來講的話 這邊大概Punk可能會覺得說 你剛剛居然沒有直接上全體Buff 是不是你其實手牌上沒有 對其實我覺得他也是做一個 蠻好的決定 就是說他覺得說你一定是沒有 所以你才會這樣下 是 主要是要牽扯到前面2回 他選擇去上銀記 然後沒有去做鋪場 然後下一回反而鋪場了 那 就知道你手上應該還沒抽到 對 他們就是在互相揣測說 他對手手牌會 是長什麼樣子 對 只是對於Jason這邊來說 交換上還是蠻多障礙的 是 像現在的話 Jason的手牌是不太好 如果他 硬去跟他交換的話 反而會讓自己的場面上 就是我們的單體會越來越少 那 對於我們的這邊 瘋狗德來講會 慢慢的失去優勢 雖然說這邊 你又上了一個 蠻蟲 去做鋪場 但是 如果這個場面又被解掉的話 造成整個排殺可能會 這台打不回來 我覺得這首這樣子加壓是還蠻必要的啦 因為一來如果 Jason這邊選擇不換 然後去鋪場的話 那Duck Pong自己也會來換 那相對來說就是 你找一個回合出一張55 然後 是你選擇的情況下出 是你選擇的情況下去 做一個這樣的交換 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說 這一首算是有點最後一搏 有點比不得已 但這一首做法 至少讓他打出最後一線生技喔 對 有點像是孤注於止了啦 沒有辦法 那這邊就 勇敢賣臉吧 走個三費掌 再加一個憤怒 下一回進到7 那8的話就還 如果進到8 他至少有個4加4可以走 這邊的話 場面上 還行 這台密亞力還不夠大 對於菜德這邊來說 哇 而且這邊又再抽一張 竹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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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野竹鼠 敗野竹鼠 真的 那這個場面來講的話 其實 陳野竹這邊應該在考慮的是說 他如果下一回合是六費以上 那我們的散播瘟疫要怎麼過 那 是不是要鋪更多下去 會不會造成他的困擾 這也是一個蠻需要注意的一個點 這邊來跟赫赫稍微聊一下好了 接下來 接下來 算是這兩位選手 他們都是帶比較主流的 這個 西瓜樹 是 然後再接 當然也是 也有控制樹 然後再接DK木跟青王賊 那一邊選擇是瘋狗德 一邊選擇是菜德 是 那這樣的戰術的區別 能不能跟我們分析一下 或者是 你比較偏向哪一邊的戰術 因為現在的他們 這次世界代代的Meta 其實都比較偏向是主流套牌 我們會說 最主流的大概就是 西瓜樹 西瓜樹 然後青王賊 蔡德 對 那我們如果已經定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會去考慮 瘋狗德的情況來講 是因為他比較好打盜賊 OK 對 那我們會比 崔玉德來好打盜賊 對 所以說 他們選擇瘋狗德的原因是這樣 但是我們選擇 德魯伊的情況是 他比較好打 牧師嗎 像我們剛才看到這樣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所以說 這主流套牌他們的最基本都是把我們的西瓜樹BAN掉 OK 然後就是有點主流然後搶牌 我們只怕西瓜樹 然後把西瓜樹BAN掉 那我們就是全部都是搶牌這樣子 好那我們把這個重點放回戰場 這邊如果是DK跟阿雅的話 赫赫會怎麼做選擇 應該是DK 再繼續擋吧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空的這邊已經沒有手牌了 對 那這邊的 其實崔玉德他 就是綠牌的牌非常多 所以那我們就一直擋一擋 然後擋到我們把它絕不解掉 然後再繼續利用一些場面上的優勢 或者是阿雅這種怪 然後再把它場面上打回來 這樣 風格的其他會到後期會越來越武力 OK 感覺他去設計這首揮擊 是有他的邏輯在的 因為待會 這個檯面 再加上兩隻E5的這個甲蟲擋在這 應該很有可能促死揮擊陣型的出現 是 但是這邊 5881下去喔 這邊其實給崔玉德來講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算多了一個變數阿 是 那當然這時候其實也還蠻希望自己的散播瘟一來 應該就碰了 對於瘋狗的這邊來說 是 可是這邊散播瘟一來的話 其實他不能搭配揮擊 他 沒關係他下個暴君怎麼樣 下個暴君 然後按個天生技 我覺得這樣就挺強的了 可是如果我們現在以現在的檯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 如果下一回沒有進 對 如果沒有進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打 這就是另外一個需要想的問題 對 可是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其實我們在想說 是不是 這邊揮擊的話 留一隻 不行不行 這邊揮擊的話 就沒有辦法去下個怪去給他壓力 因為現在才八點水晶而已 那如果這邊抽牌的話呢 他雖然可以下暴君 那他剩下三點可以出什麼 這邊會有點需要去思考一下 我覺得也有機會阿雅天生技欸 那如果阿雅天生技的話 他 進咆哮 對就可能 好像咆哮會直接倒掉 因為你這樣是解兩隻嘛 然後跑一下 天生技過一隻 在檯面三隻的話 就倒了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 喔他選擇掌水晶 然後揮擊 等於是一個 類似一個533的概念 哇這手打得漂亮欸 三四四 就把這個變成是三費 再丟 哇但這一手 這樣子不僅把水晶打起來 而且把蜜亞暴君打下去 這是一個 又解場又戰場的一個 他等於是把這隻相對變成三費 對的感覺 那 多一顆水晶嘛 嗯 這邊來到這邊 多餘非常難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可以過這個 嘲諷 我覺得這邊抽這個 應該要走了 有點違憲 因為雖然說 風格的 確實對你這個八六 稍微沒想法的一些 但是 以上小的來看 看到 手上還有阿雅跟尋找出入 而且包含說 如果今天你是要講爆發的話 不講台面出入 就單純講爆發 德魯伊單隻的爆發 瘋狗德這邊可想而知 低到不行 是 所以 這邊 如果就直覺概念啦 就是阿雅 然後尋找出入 疊個盾 或是甚至可以去 皮一張牌 這邊 我可能會選擇阿雅 然後加兩次攻擊 直接把 588這邊做 這樣也不錯 這樣也是很穩 對 那 台面上剩下一個3-2 其實 對於 風格的這邊 對於 塞德這邊會沒有 那麼大的壓力 再加上 這邊的 風格的打到後面 非常的 就是 沒有 沒有 沒有綠牌的手段 沒有續戰力 這樣子 對 也確實阿 如果加兩次攻擊力 甚至 待會遇到這種 比如說活體法力 這種比較棘手的台面 都有機會直接反殺 瘋狗德這邊 是 嗯 只能說 決勝9這場比較可惜 就像我們這個 前一天 Tommy老師說過 前十張牌定生死 但前面這十張牌 一張buff 都沒看到 OK 那確實是 很難打贏 那這邊DuckPong的話 是不是想要shay一個 斬殺 斬殺 這邊就蠻明顯的 就直接尋找出 當咆哮再用嗎 他就是要 要逼著 這邊之後 可能做 解牌後 然後下一回 他一定要 斬殺 也確實是算準的 十三點爆發 在台面這個 烈爆的情況下 是絕對死不了的 好 那我們恭喜DuckPong 這邊率先 拔的頭籌喔 以我們的 翠育德拿到 雖然說剛才沒看到ban 但應該就是 兩邊都ban術士 應該是都ban術士 以我們的猜測來講 那如果是這樣來說 下一場DuckPong 是比較應該出牧師 還是盜賊呢 剩下的話 這邊 DuckPong這邊剩下的是 牧師跟盜賊 那 DuckPong這邊 應該要先走牧師 對 先走牧師 但Jerzen9搞不好 就因為這樣子 有一點變動嗎 我選擇 在打一個牧師內戰喔 因為他 接下來 我剛剛有講到 DuckPong這邊 就是 我們賊可能會被 得關到 是 然後牧師 打剩下的其實就是 有點像五五這樣打 對 那 我覺得 牧師先過會比較好一點 留著 最後的賊 然後再一個一個慢慢打 這邊 我的想法 稍微有點出路耶 其實 其實我比較 覺得啦 就是Jerzen 是不是可以先出盜賊 Jerzen這邊先出盜賊 你覺得 賊打牧師有開大嗎 我覺得賊可以打牧師 你覺得賊是 但是這個有點 有點不太容易去訴說吧 因為牧師的上下線真的太高了 對 但是 我自己打下來的結果其實是滿五五開的 真的嗎 我自己覺得滿五五開的 先 先不會說是什麼龍人可以去對抗什麼龍火藥水這種東西 那 其實在前面的解牌 如果 牧師有跟上我們的賊的節奏 然後我們的龍火藥水 或者是 尖笑有來的話 其實賊這邊也是偏不好打 OK 對 我覺得這個同時也牽扯到 因為剛才細看了一下Jerzen的牌組 他的龍人巫師 只放一張 是 然後說唱人 我們爆錯說唱人也只放一張 也是一張 那這樣在有時候打 可能牧師的後期 對 是滿匱乏的 因為你牧師可能帶七八回的時候 你是必須要去選擇 可能去躲個DK 還是躲龍水這樣子 對 然後再加上這邊他的說唱人 只有一張 其實在後期的綠牌可能會 就是選擇性位置下降這樣子 對對對 兩邊檔次都還滿不錯的 大概都六七張來一半 看誰到五來了 所以你看 如果待會再六七張 又大概又再一張 合理 合理合理 這邊的 這邊就有 這邊 後手 剛好有個硬幣可以配上 等一下五回合 可能可以做火沾再加 這邊的苦痛去抽一波 但是 如果要講一個潛艇騎躍 我覺得有點危險 他的手牌不好甩 待會只要可能 就像赫赫提到這樣子 二零三這樣的一個combo 我覺得 他很有可能會被爆牌 如果說 這邊其實要講一個小細節 就是 當你在 做完這個東西的時候 如果有沈默 你可以先把自己的苦痛沈默掉 這麼拚 順便防瘋狂藥水也就對了 第一個防瘋狂藥水 第二個是防爆牌 你剛剛講的 對 其實 這個是一個 內戰裡面的小細節 這邊的話 甚至把這邊的火沾丟下去 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 稍微早了一點 對 因為 我們知道其實 牧師內戰的時候 他的綠牌是非常重要的 對 那誰先把我們的五八抽上來 那個勝率是稍微 是差很多了 對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火沾可能 可以再扣一下 對 有點太沖沖 甚至硬要選 因為他丟這火沾 我不曉得是不是意味著 他很想把檯面先扯平 對 可是 那如果硬要選的話 我覺得光輝丟下去會不會比較好 我這邊的話 我這邊可能會都不動 直接不動 對 直接不動 就是等著 對 因為其實在 在牧師內戰這個檯面 其實沒有到那麼的重要 而且 到後期的時候 我們這個檯面上 基本上能不能有怪 就不要有怪 因為有尖笑的問題 是 那我們可以 隨便丟一個小張的 配一個尖笑 那你的卡札就 從黃卡札變成綠卡札 所以簡單來說 結論就是 除非說真的很順 是 你倒不如 稍微自己的檯面也 必須要有點節制這樣 是 你這邊就會慢慢的沒有牌的話 會有點難打 不過他這邊 似乎是沒有選到給牌的喔 微糟糕 但是我剛才看到 Duck Pong這邊有一個 稍微細微的選擇 他那個盾是選擇套在 魔爪祭司身上 沒有去選擇平均一下他的檯面 魔爪祭司 你說給 對 因為你看他現在套 因為他比起 33跟34 他選擇3136 那這一點是有什麼 特別的用意嗎 你這樣分析起來 其實這邊的話 你就 稍微看一下 為什麼是加在這個上面 其實 防那個吧 防直接被換掉吧 你看 如果他直接給3E的話 就會換掉 對啊 OK 這邊稍微看錯一個東西 跟大家道歉一下 他的藥水是有拿到抽牌的 第一層啊 第一層 因為他按的也太快了 我才看左邊第一個就過了 這邊 復活全場4點跟冰兩個 好 這個就真的沒有選到抽牌了 對 這次就真的沒選到了 這邊其實沒有選到抽牌 你看 一個有抽牌 一個沒抽牌 其實他們的抽率就會 差很多 好 這邊的話 0-4 不過還好 Jason有選到抽牌 不然像他剛才因為 火戰師沒有留下來 跟苦痛做的combo 他如果再沒選到抽牌 他前面的選擇會導致於很尷尬 是 但這邊也稍微出現一些卡手的狀況了 對 這邊就開始要想說 要甩一些哪些手牌 因為 因為如果這邊 這邊做0-4想拿什麼 其實我剛剛想到第一個直覺 大概是 直接 群體什麼 群居換一張 就抽一張就好了 稍微補充一下 我看到這邊我蠻看得懂 Duck Pong 他剛才選擇盾給魔爪祭司 因為他可能是想說 對方如果五回準時出拉閘的話 他3-1跟3-6這樣還會剩一隻 然後像剛剛對方出到 這個卡札克斯嘛 他也3-1 就他有一個預先上去做交換的動作 然後他也覺得 他那個3-1不會死於非命 因為你如果保留一個3-3跟3-4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 想 害怕說一個單截一個成績就掉了 但或是一個可能晚一點的瘋狂 在你下來可以拖的神武之後 那像他剛才那樣可能就是 預想說這個3-1已經是準備要再 去做交換的一個動作這樣子 那結果來看直行還蠻成功的啊 那這邊也成功得到一個 愛寧寺得到的痛嘛 可是其實剛剛在腳痛的時候 第一個是寧寺在剛剛那邊 你也不知道拿什麼 你拿個痛 那接下來 接下來 他的除了右邊的綠牌以外的話 剩下就是可能要靠這邊萊拉加光輝 去升一點牌 不然他待會可能在控場上 或是在抽率上面會有一些卡住的狀況 是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啊 就是我打這麼多局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這光輝元素的價值 在這個對戰沒有很高 光輝元素嗎 其實光輝元素他在這種對戰來講的話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邊看到手上的萊拉 可能可以做萊拉然後去做一些 比如說你後期 鼓血啊 對 或者是一些補充牌的 找一些補牌的東西 對 不然就是他在最後 我們比較常使用的是 5-8之後配費輪 對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去 讓更多子彈可以打更多這樣子 我覺得配費輪他是比較講究於在後期 因為後期的情況下大家都抽很多 你不殺我我要殺你這種概念 但如果是你全力去拚抽牌 我常常比較常輸或是比較長贏的情況都是兩回殺 先打一半 對 可是其實兩回殺還是會有風險 可能會被雞腿寶吃起來 對 狂吃猛吃 他也不跟你玩了 我就是把他吃起來 你就變成後面 你可能會有沒有子彈把他打完 OK 對 等於說在這個對戰的選擇性跟操作來說 有蠻多可塑性的 對對對蠻多 OK 再加上 其實再講一點是說 其實在這個內戰來講的話 蠻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 在尖孝這部分 對 像尖孝利用我也覺得蠻重要的 尖孝也就成就了一個梗嘛 對不對 你哥哥的一個失誤 我哥哥是不是 對 對 不過這邊 我覺得有點尷尬 對有點尷尬的是 Jerson這邊沒有辦法 把這個檯面清掉 任何一個手段都沒有 對 那如果從現在開始 就被迫於去面對這個血量壓力的話 很不利喔 然後剛剛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Jerson他的 卡閘是選了 沒有 他沒有選 他沒有選全場吧 全場掃場 所以說這邊 這邊直接要跳DK 他好像是復活跟抽牌啦 對 那 反正他好像抽牌跟LE選了一個 嗯 沒有他拿抽牌 他拿抽牌 嗯 而且DARK PONG這邊 他手上是扣有蠻多傷害的喔 剛剛他的愛妮是有叼到震爆的 這邊場面上是9滴 手上是 7 這樣加起來16 嗯 對 我選擇要在這裡開秀嗎 我覺得在這邊萊拉超級好的啦 因為已經知道對方手上是比較沒有去一個解場動作 是 那你這邊可能可以 雖然說會損失傷害 但那個傷害以現在的情況來說 不太失望搭到什麼COMBO 我倒覺得隨便拿 拿到任何的 再有直傷 我在想他是不是在考慮說 他的傷害要留在手上嗎 因為他這一回合是沒有辦法做擊殺的 然後再講一點是我們剛剛有說到是說 就是有可能會補回來這東西 那他的子彈會變得比較少 對 雖然說即便是撿到你也覺得不用去拚就對了 因為只知道沒掃場還不知道有沒有補血這樣 對對對 他可能也是有卡龍到Jason這邊是有特化一張大補彎 對 強叫治療藥水這樣子 對 沒錯 但是 這樣子Jason都打得回來嗎 有點難 而且我覺得Duck Pong這一首 不下可能還有再想一個原因是 他搞不好下一回可以522 就是法術減二費 法術減二費 拚一個就對了 你就直接開賭嘛 反正 我覺得對Duck Pong這邊來說 他假使說真的秀得很糟糕 他是有挽回餘地的 因為他其實連震爆也都還沒丟嘛 他是秀得很糟糕 是有餘地 但是 其實這個內戰來講還是很多細節有存在 對所以說 還不好說 對他可能打得比較保守 OK 對 對 喔Jason的舞先來了 這個舞就很關鍵啊 很關鍵 接下來他可以靠這個舞再加上一些手牌上的 不管就是配我們的萊拉 可能可以打出更多的子彈 對 來開秀吧 我覺得 他選擇去補傷害嗎 就稍微先打一半啦 他可能是看到說 他直接把大寶王打出來了 對 那 可能是 他的牌 裡面是不是沒有雞腿寶 是 因為他可以戰場又可以補血 其實 如果有的話應該會先下 對如果硬要比 我現在有雞腿寶先補 跟有大寶王先補的話 雞腿寶可能比較好 是 但他可能確認幾個問題是 有雞腿寶但可能沒有小法術 或者是 他選擇出大寶王 因為剛才雞腿寶只能打痛 那 我覺得這樣的理解就是 他已經check到 現在雞腿寶暫時的用處還不大 即便有的話 要嘛沒有 有的話基本上也不好用 不然其實剛才雞腿寶 稍微解一下場面 對雞腿寶應該解一下場面 可是這邊的話 他選擇慢慢打 大碰這邊選擇慢慢打 其實大碰這邊把兩個丟下去 會不會太急了 我只是很糾結他沒有搭到萊拉 我也 第一個是萊拉 我覺得可以留一個啊 然後死學家找一個也不錯 是 對因為他有龍嘛 對 因為你說骰虛你怕瘋狂咬水 那確實是很有可能發生 但死學家感覺就可以完全彌補這個問題 對啊 其實我蠻 你也很難奢望 他有自己的想法啦 對 會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你這回合 這麼保守 他有自己的想法 結案這樣子 因為他 他想 還是說他覺得說 你只能結我一個光輝 如果你 可是這樣子 這樣想也蠻奇怪的 就是我 我不知道 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說 我下兩個也沒關係這樣子 嗯 那Jason這邊就還蠻多條路可以走的 我可以去選擇 稍微做一個回血 那也可以去用 拉閘點天生劑 但 點天生劑有一個潛在問題 是他那個藥水要不要出 對 現在有一個比較尷尬的點是 他如果先 先出拉閘的話 他的血量會有點危險 對 抽兩張 剛好有火沾喔 各種補 不過實話實說 他還是在遊戲裡耶 Jason這邊 因為他只要這邊狗過去了 他是先五八的那個人 是 如果他撐過去的話 就相對的這邊 大概碰五還沒來 哇 這邊來這張也太好了吧 我覺得死學家也丟給對面了 因為對於對面來說 死學家沒什麼用 對對對 然後剛好卡住喔 這邊先算一下 是 是否有幾殺 這邊 檯面上是八 十五 十五滴是 沒有辦法嗎 那就是 可以可以可以 加四嗎 OK他就加 他就加兩個 其實已經到利手了 我們剛才還在想說 要把他變成綠拉閘 完全被 兩個菜雞完全被這個 尖笑吸引住耶 對 太想看綠拉閘啦 對 那這邊補了兩個天生劑 傷害是還蠻足夠 一出兩滴 那DuckPong這邊再下一層喔 我覺得 這一場的關鍵 當然是抽率速度是一個問題啦 但我覺得 兩邊的生物跟LE的對應 對於DuckPong來說友善太多了 對像剛剛我們看到就是 他的 卡札這邊打出來的 法術之後 他做一排鋪場嘛 那相對這邊 這邊都沒有辦法做回應 其實 那個十幾滴傷害其實蠻重的 總體來說 太痛 就是 長期輸出下來啦 對 雖然說我們會說 其實在檯面上的壓力 其實在這個內戰來講 其實算是應該是算小的 因為他們有太多的就是 補血或者是清場之類的 對可是像剛剛那種場面的話就是 他沒有辦法去做截場的話 就是很容易血量就被壓低 是 哇那對於Jason來說 這一場壓力就很大囉 因為從現在開始 輸的選手是會直接打包回家的 是 所以 如果是我的話 我還是會先選最保守的選場去 應該是德魯伊 哇他居然沒有選擇 直接上德魯伊先做一個保守的打法 嗯 因為我們這邊有看到是說 這邊追身之後他的螃蟹是有帶的 是 對那 其實在螃蟹對於 親王者的話會有一定的影響力 嗯 在棋手留牌上面可能就會受到一些限制 對 而且 我認為啦 賊可能還不能躲 你騎手把這麼強的海盜combo 因為拉派騎這件事情扯掉的話 你只為了躲螃蟹 那你倒不如 是不是可以去想對方如果沒有 因為有的話基本上你很難贏 嗯 不過像前幾天你跟Tommy報導的 有一場Marsie的那個 他就防得很好 是 他已經就是 他都不下 他是利用這個男孩 對 直接去躲掉這件事情 他就等 等到你真的受不了 然後我再出 好 這樣子其實 就是一個 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打法 嗯 我覺得打法是都能再調啦 甚至我們昨天 有看到一場是 能不能術士騎手也把螃蟹丟掉 我那時候想法是這樣 就是如果對方丟掉了 就是如果我是術士我不留螃蟹 我是可以去找地獄戀 吸引殘導 蟹毒 跟法術士的這種更直接的結場 然後對面也不會留海盜嘛 那 與其說你留一個螃蟹 你留一個螃蟹等到對面 就是說他可能 他也會換掉 他可能五回你才有螃蟹可以下 他是真的沒東西出來就會出的 所以我覺得 東西都打法是可以去調整的 而且 可能是我一個既定印象 因為這幾天的螃蟹發揮 確實 都還蠻糟糕的 是 對 好那選擇 這個先下骰區 就是將來抽牌會比較流利一點 因為 戰吼跟死生的差距 確實是蠻大的 雖然說這邊可能會被轉到砍掉 這幾天是不是 親王上手率其實真的是蠻高的 欸沒有 這個 講到親王上手率 就不能忽視派擊上手率這件事情了 我只能說派擊上手率 那個才較高 對 好選擇交換掉先抽一張 但是對於牧師的壓力 現在來說應該就很大了 我們這邊看到追尊咒這邊的 牧師 是沒有螃蟹的 對 只是Duckpong他的配置 我覺得比起一般的親王賊 更好打 牧師 因為像他有帶烏妖王 然後他的龍人也是一張 但他的那個rap至少放2 Rap放2其實是蠻基本的 但是烏妖王是確定是我們打 在控制的時候會就好 對 他可以給一張就是蠻有壓力的牌 對 而且對方還不見得馬上可以做出應對 這邊卡閘關鍵救援 卡了吧 應該是要卡了吧 雖然說也可以痛啦 但是 沒必要這麼急 稍微思考一下還是選擇卡 沒有 5點傷害變陽跟冰洞 這個 我覺得這時候要想非常久 因為你打5點傷害固然就是一個打穩 但是 會不會選冰洞再去接 combo 可是冰洞你也是放著 當然他有個7嗎 或是可以直接8 我覺得就缺點 選冰的缺點就是 第二層如果選到AOE那很尷尬 但可以接受是因為 反正你也選到AOE嘛 我覺得這是一個考量啦 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點啦 只是如果你選冰凍 然後又沒選到AOE 你可能5TEN那一回合要硬扛 所以這邊是復活2格 然後冰凍 他果然第一層挑冰凍 我可能也比較偏向冰凍 因為假使是這樣 就是 對 我確實第一層選冰凍 第二層假使拿到AOE 那 很尷尬 第一層等於沒選嘛 但是沒關係 我覺得拿到AOE就OK了 對 我覺得拿到AOE另外一層就常做沒有 所以AOE還是比較重要嘛 因為清場 對 所以我覺得他拿冰凍 就是比較合理一點點啦 不過這邊已經經過一輪 親王的buff 其實 如果 這邊如果選擇 下 我覺得可以不用躲這麼多 他這邊不選薩缸的原因應該是 現在薩缸應該是3 4嘛 那如果這邊卡閘拿到的是 全場少4的那個 他確實會被少一波啊 對 但是我覺得可以不用 這麼害怕這件事情 因為他可能薩缸紋再接乳蟲就好了嘛 當然他要這樣直接硬躲也是可以 只是這樣硬躲的結果就是 你可能要躲到底耶 因為對面如果假使真的拿到AOE 也不會 交在一個沒有清太多怪的局面上面嘛 對 對 所以他這樣一躲 可能待會的出怪時間點 可能要分散得很漂亮 甚至是說 待會兒乳蟲踢到臉 然後他逼對方出AOE之後 乳蟲再踢臉這個壓力 他覺得是夠的 他才這樣打 像這邊的話 這樣子 冰冰的吧 可是他其實他復活的東西很很糟糕 但我覺得是沒錯 但是在後面要讓生物再去送 我覺得都是你要去換人家了啦 就如果你要再讓生物強一點 你可能要丟生物下去送 這邊可能先冰淺 然後下一回兒 看6還是怎麼樣 對 看6還是怎麼樣 然後7、8這樣 其實也有一個3、2、1的combo很強 加在裡面是痛 瘋狂 可是如果剛剛直接交死痛的話 我覺得會有點浪費 對 再來就是這個死其實交給龍人 是在這個對戰來講是一個 比較理想的狀況 對 比較理想的狀況 甚至是說 後面也還有巫妖王跟戰馬嘛 所以你要面對的東西其實 比起這個坑大爐蟲機手的東西多太多了 是 好 這邊確定了 牧師的藥水是拿到了 冰起來的 嗯 後來想一想拿第一層冰其實蠻合理的 沒有 可是如果你有AOE當然選AOE啦 當然 那Duck Pong這邊看到藥水 現在要怎麼去設想自己的進攻 我覺得對於Duck Pong這邊來說 還是很不敢撲 因為你 當然我知道你是藥水沒有AOE你才會選凍結 對 但是你會選凍結就代表你手上應該是 還有一點AOE在後面在等我的 可是 還是要直接賭說你就是沒辦法 你才這樣挑 也不能這樣講 也不能這樣講 直接票他一波狼這樣子 這種做法 你看現在 爭鬥也是後面才進 也是後面才能抽到的 剛剛嘛五回的時候 沒錯 對 這邊的話就繼續 持續補償吧 嗯 只是 比較可惜的是他接著 那個唱Rap都還沒來 所以他現在開始 生物有一點微匱乏囉 那這邊的話 我的話我可能會選擇 呃 就是把海盜鋪下去吧 然後我們留著 這種營火這種小的去做combo的點 或是 我們的硬幣都可以 對 我覺得拿到這個靜咒還不錯喔 至少在 將來的一個回合 是可以直接去補足 呃 質量的 可能 八回吧 八回 應該目前這樣就好了 哇那感覺Jason這邊是可以默默把他控回來了喔 對因為我剛剛Double控也知道說 哇你這邊 藥水沒了 嗯 龍火也沒了 那剩下可以清台面大概就是 呃 DK或者是我們說的尖效 是 對 我覺得這場的關鍵落在那張龍水啦 如果那邊沒龍水再被多踢一輪 應該是很危險 就沒辦法 對 因為你等於說你這回一定要7 然後7完之後 DuckPone這邊只要 適時的躲一下DK 甚至這邊船長跟兩張虎爛都可以再憋一下 對 然後等完你7之後 我稍微躲一下你的DK 遊戲就結束了 對 不過 這邊DuckPone的牌也是慢慢的 就是會被消耗掉 嗯 那其實跟你的這個揣測很像啊 五五開 對不對 我覺得雷季打起來是五五開 嗯 對 那這三張要選的話 呵呵覺得選哪張會比較好呢 他是直接果斷拿盾 想說去直接找牌 對 其實拿盾應該是比較好的 而且 比較中庸的做法 嗯 其他兩張都沒有那麼好 嗯 哇 龍人在準五回是很強喔 但是面對到太後期 的情況下 其實反而很糟糕 對 因為會被 接下來要到8了 對 剛好會被DK利用 那當然其實平常的8也還好 但是今天 上帝莎看到他有扣一張8 所以 等於說這張龍人也抽的不是太好 就他這幾抽都抽的蠻糟糕的 比較希望還是 唱RAP上來吧 嗯 那我是覺得以他的手牌 是不是沒什麼空間 可能要直接拼戰馬嗎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08啦 就是00 喔 你說 00這樣至少DK完 你還可以接一個戰馬 讓檯面是有戰鬥力的這樣子 先08 然後下回合17這樣子 OK 看什麼勒 喔 我想說 這張牌我還是真的是 有點忘記名字 當然就是 當他擊殺生物可以加熱加熱嗎 對 當他擊殺生物 對 像慢慢的 其實剛剛這樣子08 如果沒有給到 太好的生物的話 慢慢的這個 風向又往這邊 這邊那邊吹喔 嗯 對 也確實啦 因為 Jason剛才讀到一首蠻重要的資訊 就是你 沒有太多的補償 你才會選擇去讀這個禁咒 禁咒於四嘛 嗯 那你一旦這樣讀 那我這個DK 就扣得更合情合理 因為我知道 你已經在躲的DK了 對 那你在躲情況下 你就沒有額外的 斬鈴 那大家有拖時間 對於牧師這邊來說 絕對是好事 對所以說 我在想 他上一首 是不是 直接戰馬 或直接龍人 然後 再來是 營火 戰馬這樣可能好一點 直接把他騙掉 直接把他騙掉 對 不然他這樣子 扛著其實 會 慢慢的給牧師 一個機會 這樣子 當然 不過以他在那一個回合的視角 他沒有辦法check 到底有沒有DK 對 他等於是 直覺性的先躲 就不管有沒有他都想先躲 對 但這樣子的話就是 讓牧師會有 有機會 慢慢的就是 拿一點盤在這邊 那這邊攪出自己的尖效 算是 消耗到最後一兵一族 就是不DK 慢慢等 就等啊 反正他 所有的AOE都可以交 就是先不要DK就對了 對他就等嘛 沒錯 等我們的Laza來 然後 然後 看 找機會再DK這樣就可以了 什麼東西都可以交 反正交完之後 對方應該也只剩下那幾隻大哥大了 對 然後DK進場這樣 這邊法輪這邊大哥碰會有點 尷尬 是 他不知道要怎麼辦 這邊的話 我覺得 龍仁加 雞蛋糕嗎 雞蛋糕可能好一點 就真的要趕快騙 對 這邊 你可以把雞蛋糕變成四弓 對其實 剛好稍微讓讚嘛 下一回很有一個目標性 再來是死角過了 然後 我們的龍火 藥水 然後 還有尖笑全部都繳過了 其實 這樣子的話會慢慢的給這邊 牧師有點大壓力 OK 對 你都知道這麼多AOE都已經交了 你必須要儘快去進攻 否則如果再往下拖 其他的東西就要來了 對 OK 稍微想一下 這邊我們看到的牧師這邊的話 其實 他手上的AOE的確不夠 可是他的綠牌可能還要再快一點 好這道應該是有轉到吧 這道應該是有轉到吧 OK 進了 我這邊直接 直接上DK喔 嗯 然後把劍要解掉 對 對 這樣子 越拖越後面的話 其實他的東西就慢慢的 被消耗掉 然後 牧師可以 這邊炸雞 這邊 木師有23D 其實炸雞也是 我覺得可以直接衝欸 你說炸雞 炸雞花刀打掉兩隻龍吧 哇 哇 雖然說很捨不得啦 也只能這樣倒啦 但是沒辦法吧 也只能這樣倒 嗯 就只能這樣了 真的是只能這樣了 對 因為再往後拖 你當然是希望說 待會進大生物 然後再去炸雞 但 很可能 現在的情況下 你必須要去奢求 我先炸雞玩 對方來解炸雞 你再進大生物 這樣的壓力給你比較快 我反而覺得這個 暗殺的話是 也是要下去 嗯嗯嗯 當然當然 因為 其實 呃 他可能在想的是說 等一下廢倫怎麼辦 嗯 對 但是這邊總算有心控 我覺得是還是可以做 一點應付 嗯 而且 以他的情況他確實 就算沒心控他可能都要丟喔 即使說他可能沒心控 還是必須要丟 因為 再往後面打 希望只會越來越低而已 好 剛才Jason就這邊倒抽了一口氣是嗎 對 終於抽到了 嗯 看來按摩的機會還沒走遠啊 哇 這邊的話 八爪是一定會下的 只是先下跟後下可能要稍微 設想一下 因為有時候會有機會是 多兩顆水晶沒用到的嘛 OK OK 這邊也開始在慢慢設計自己的反殺囉 因為 看似這樣 但是以這樣的情況 牧師的傷害已經很高了 嗯 而且 現在的賊手上又卡這個東西 然後說唱人不來 其實就是他的 牌會慢慢被卡死 這一場的最大問題就是說唱人啦 對 哇這邊 有辦法嗎 炸雞沒了 就靠那一張吧 然後 靠烏妖王吧 這邊 DarkPunk他的 對 就只能靠烏妖王 烏妖王可能是最後一線生機 對 可是還是太慢 就憑感覺來說 現在有點太慢了 對 現在場面上 這邊是八點 然後 等一下 應該是可以做幾殺的 是 這邊砍掉剩十八滴喔 那 手上 手上假設六張牌全部丟出去 就是 十二 再加第一下的 喔 這樣大概計算一下了 應該是夠了 應該是夠了 六張牌是十二滴 再加上 第一下總共是 十四 再加成績是十八 然後再寫法是十九 那剛才剩十八滴 應該是叫殺了 應該叫殺 對 而且還沒有算到正暴傷害 對 所以一定是很足夠的 這邊 選擇丟寫法跟正暴都可以 我剛才是沒有算到那個 剛才是直接沒有算 正暴傷害 就單純算成績也已經很夠了 就是其實 他就 直接 就是右手那個 嗯 好 我們這邊 這邊 這邊說就拿了一勝 嗯 其實我一直覺得 應該是要先上得才對 但是其實 認真講是沒什麼差啦 對啊 現在因為最後一個了嘛 可是我們會說 像我們大哥講的就是說 就是跟他戰到一兵一組嘛 是 就消耗他體力 就是一部分也是在挽回自信心嘛 就是心態會比較穩定 對 然後 好 歡迎回來HCT冠軍總決賽 那比賽即將進入我們的第四場 是 那就 UCCU你剛才提到的就是 你還是比較推崇 喔 他果然這邊拿了德魯伊來穩一手 對 然後這邊的 哇很順利的就是拿到螃蟹喔 嗯 對 其實我覺得要不要留螃蟹這件事情 今天假使是德魯伊 他必須要留 他一定要留 因為他很難換到更好的東西 對 但我覺得 昨天那個術士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可以想一下 可以再討論一下 因為對面 那時候我記得沒錯的話 那場好像 不是道哲是德魯伊 我有點忘記了 他最後是做一個五加一 然後被那個 活體法育神抽 一人一擊打死 我記得是這樣 不過像是你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局就是 西瓜樹打到快攻德的時候 嗯 那如果他有帶螃蟹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想一下 是不是 如果有蟹毒的話 我可能覺得會更好 或是 因為他可以拼的東西 有點太多了 對對對 然後地獄烈焰啊 法術石啊 這種 或是 這個叫妖劑石好像也不錯 反而是你的 你有帶螃蟹這件事 會給他 給對面一個很大的壓力 對對對 我覺得這樣子可能是 就帶著就好了 對對對 我只是帶著 然後嚇嚇你這樣 心理戰啦 當然對錯實際上 可能要 再去更講究 但 這可能是一個選擇這樣子 但 相對對德魯來說 他是必須要留 因為螃蟹 第一個他打的是盜賊 那個海盜屬性更重 是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個螃蟹也是一張野獸 所以他的整個 整體性 然後有時候也可以吃自己的嘛 對 其實我覺得 你就都帶螃蟹了 就是 一定要留啦 對德魯來說是 你又帶這種針對的東西 是 因為他一開始選瘋狗頭 就是比較傾向於是在打盜賊這樣 是是 哇 又有一張野豬 該不會自信沒了嗎 假使說我們預測劇本這樣走 Jason如果這場贏的 他碰壓力真的會很大 真的很大啊 對啊 這一場打完 哇 而且你看我們Jason的這個眼神 所以我決定 專注 該不會又生氣了吧 他感覺就是說 你看我剛剛目視到你了 我瘋狗的沒道理是我 好好奶到這裡就好了 奶到這裡就好 我突然覺得再講下去 我有點尷尬 因為我不知道要講下去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沒事沒事 你旁邊做一個最毒的 你怎麼才發 我聽到你就是投Purple 那個Purple吧 對啊 你覺得那個誰會不會贏 我說不會 你看他現在已經八強了 我這次做一個最自信的決定就是 我誰都沒投 喔 有沒有 這一個決定 好像滿合理的 對啊都不要投 這樣子最安全 這邊可能是 應該是要把 我覺得做大翻好危險喔 大翻對方都不會贏 應該還是要做 軍妻 對 我覺得像打這個場 有沒有被刺軍妻 後不後手 就硬不硬幣嘛 那包含南海水手 或是這整場開局的走向 那他像他現在都還滿缺乏的 這場就很危險 這邊直接下大飯 他感覺他的理解是想要到達啊 他想拚一個嗎 其實拚也有他的理由 老實說起來確實有 因為 因為是有他的理由 但是 如果 他 德這邊的手上是 buff 或是咆哮 他根本就可以不理你 對他如果這邊是咆哮 甚至直接先開了 對那 再來是說 其實我覺得 在賊再打到這種 呃 瘋狗德的時候 嗯 他的 關鍵點應該是我們說 像我剛剛騎講的 被刺均7這種東西 你就一直把他解掉 對然後他沒有牌 這樣子 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對 我覺得剛才那是一個分水嶺啦 就是 他如果選擇走均7的話 就是賭對方有buff 那 像他如果走大飯的話 他是賭沒有 那 可是賭大飯有個小缺點就是 假使說沒有現在這個情況 你還是可能要抽一張被刺 讓你被刺均7 你才有機會打回來 對 所以他這個賭算是比較高投資 高風險 嗯 然後也高報酬嘛 對 如果他這邊抽的不是暗殺的話 而是煞鋼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 再去擋一下 被刺或南海搞不好還可以 南海就南海軍7嘛 對對對 但是這個抽的 因為他剛才選擇大飯 所以他能抽的東西相對來說 就少了很多 而且如果剛剛是先解掉 船長的話 嗯 如果這樣 這樣其實我們是上帝視角看嘛 嗯 對 可能也往回不了這樣子 是 但他的這個做法 確實 大飯的這個做法 是真的比較有機會直接打回來 對 是比較有機會打回來的 因為他剛才講真的 以結果你來說他軍7然後玩進艾斯拉花 嗯 他基本上也是等數 對 沒錯 他選擇一個比較有機會直接打回來的做法 而不是慢慢賭DW的手牌比較不好 對就是 我覺得這個沒什麼 他想從中就是 找他的升級 對 對 這邊直接軍7自己一波 哇 DarkPong這邊 其實DarkPong這邊 其實有點心態 看他的這個表情 有一點受到干擾 對 其實這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我們會 穩的先過 嗯 那我們過就是他會有點 哇 好像有點危險 即便說 像假此 兩個選手現在內心都還是很平靜 對 但是氣勢上已經有差別了 對 這就是我們在比賽上的心態的問題 像我們大哥就講說 就是比的是心態 嗯 就是你心態一炸裂 他那個 整個運跟他的那種調整 就會 慢慢的有點不順 確實 然後你看這邊相對的 我們剛剛贏了 兩場的這邊照這邊 是 對這邊 反而是很有把握 然後鬥智十足的感覺 嗯 我們先看一下 下一場是由小潮來對戰 Town60229 哇 這一場我看過 你看過 台灣人會贏 喔 然後戴眼鏡的也會贏 戴眼鏡也會贏 戴眼鏡也會贏 哇 那待會就會是一場 盜賊內戰 不過兩邊的盜賊內戰 帶的配置其實差蠻多的 包含說說唱人啊 那還有這個 交友乳行者 對 決勝就是他是少了說唱人去放交友 那當然也少了巫妖王嘛 對 那至於這點UCC會覺得說 是依舊說是看那個青王 青王當然說 壓倒心 那就不說 但如果平樣順度的話 哪一副牌會比較好 當然 這樣子的話我會覺得小的會比較好 小的 其實在這種內 內戰來講的話 嗯 第一個是看誰的 呃 就是看那個排差 再來是看場面 OK 對 我們前幾天也有看到的是說 有人 就算他的 親王 來了 可是還是輸了 其實那就是看後面的排差的問題 OK 對 還有場面 嗯 或是說 即便你有去玩 可是我這個如蟲進場嘛 去把節奏扯回來這樣子 就是 其實 總而言之你比較喜歡小的啦 呃 對 對我比較喜歡小的 對對對 在這兩個內戰來講就是 我們互相搶場面 然後我們 就看誰的排先打光 或是誰先卡牌 OK 其實 這樣子的話 大家碰到這邊多帶一個 巫妖王是他可能會前期卡到牌的東西 OK 兩個理解 一個是說你覺得打到這麼後面 勝負已分 蛤 就是打到巫妖王那年代 基本上勝負已分了 對 所以巫妖王的影響力可能不大 對 除非他們都是 你來我王你來我王 剛好剛好這樣子 那這個巫妖王的影響力就很大 OK 對 但那個機率跟期望值畢竟偏低很多 而且 論到說 起手來然後卡手到的機率可能是 更高的嘛 是是是 OK 然後這邊的 尊重這邊 很幸運的留了一個魯蟲 嗯 然後 又來了一個 又來一個 再加上他有拿到1 OK 這樣的話其實 兩個一起降其實壓力蠻大的 那我這邊想請教一下 你兩張都來 你會不會直接兩張全留 先手喔 就是後手我覺得有機會 我只會留一張 你只會留一張 對 因為你還是需要前期的鋪場 對 我們的大將軍說兩張都留 兩張都留 我很疑惑 就對 而且他的第三張是差掉的 對 所以我這個人就是 我那時候看到我覺得 欸 其實我覺得會有點危險 這也會有點危險 因為我覺得這個風險會有點高 OK 你走的還是比較一個穩健派就對了 對我覺得 打穩打穩 OK 那不過以上角這樣看起來 雙方的手牌在前期進攻都還蠻 卡的 偏冷靜 但是在中後期 應該可以看到蠻多的火花跟拉扯 因為這邊有暗沙花跟暗閃 然後這邊兩張重在這裡等 這邊的追身鬥其實 牌順很多 1 1下那個嘛 2 8刀3 軍機4 球弩 然後後面兩張就 重重差不多要進來了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看起來你會覺得很明顯 壓倒性的Jason Joe的手牌好很多 好很多 OK 然後剛好又虎到一個急跑 這 好像有點用 對 剛剛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看 浪二追三 追過來的氣勢 你看下面就點頭 上面一開始搖手手 我是不知道 我覺得待會讀了又不好說了 好這邊選擇跳臂收藏人 不過這個急跑 以平常局來看應該是沒什麼用 但這局來說 有一點渴望值 因為這場打得很平啊 打到那邊是有可能還在做拉扯 跟質量爭奪的 其實說急跑在這一場 可能會有用的原因是因為 等一下我們的乳蟲會甩 直接甩掉兩張牌 對 那你一甩掉兩張牌 你的牌差可能會拉大 你會沒有辦法面對接下來的局勢 你沒有牌去做應對 那其實急跑是一個 可能後期一個很好補牌的東西 而且是不是我乳蟲已經丟下去了 我空過一個七回 感覺 檯面也是小優勢 對對對 你還是有先把那個七回該做的檯面先 率先的壓制到檯面上 但哇這邊 選擇直接果斷球弩喔 對對對 這邊其實到後面的話 你節奏就很重要 對 所以這一首你覺得 這個檯面維持 後面再找空間去加清王就好了 對 兩張加一加一是比較不適合球就對了 其實這個清王還是要看後面 說不定其實到後面了 這個清王如果只有一層的話 是影響不了什麼的 OK 對 這個清王我們會說 我們的二廢清王 或者是二廢清王 暗賞清王 這個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其實有一些是 原因是因為 一個我們說派起 OK 再來是後期的小生物 他直接變成中型生物 對 那你到後期來講的話 其實你一張一張來 其實對對手的影響力 是不會那麼大的 OK 他這邊其實在丟薩缸也有一個好處 是因為 他在慢慢的把這個 這個 讓怪死掉的 路中 他可以用那個 路重 再加 這樣子其實超級優勢 你的場面直接占三隻五五 其實壓力非常的大 富貴險中球耶 Jason在這個系列賽當中 已經2比0到達三把了 哇 快要兩次了 接下來的話就是 就看進什麼打什麼 或者是 我剛剛講的 可能七費 就像你剛剛講 七費可能 直接抽四張 那你的場面可能還是小優 是 哇 但這邊來說 DuckPone有什麼比較直觀的逆轉方法嗎 逆轉方法 我先看你生物界一下 好像是沒有是 我在 因為我在想 因為如果你要清掉這種 五的生物 嗯 可能就是我們要做到 呃 暗閃花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 現在才五費 然後又很想趕快出了 對 然後你現在 沒有辦法把暗閃回來 因為 你只能把暗閃花才能解這麼大東西 嗯 在這麼前期的時候 OK 哇 拿到說唱人 哇拿到說唱人 雖然說這邊 還差是差有點遠 但是 材面上的質量真的是 有啦 他如果要逆轉的話 就是 剛剛拿消失 然後 這邊剛好三道 牆推掉之後 消失一波 然後大家重來玩一次 啊 消失是不是 消失是他比較 直觀的 唯一希望 對 那這邊的話應該也是 就直接 親王家 求你 然後下一回合 應該是可以穩定的 好那你推測的其實很準 這張雞跑是要做事的 對 因為其實 因為我們在前面的時候 就有講到說 我有講到說 他其實手排很順 嗯 那手排很順的話 就很容易就是說 我們東西換一換 然後突然兩隻乳蟲掉下來 是 對 然後這邊再跑一個 跑起來 但是我們 七回的話 會有 除了戰馬 嗯 然後就沒東西了吧 是 對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 如果沒有戰馬的話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 對 而且確實如果 以 感覺派來說 傑森丟了兩隻蟲 如果他沒有辦法 馬上斬掉的話 確實會面對到一個 手排比較乾枯的狀況 是 因為你確實 你其實還有什麼 背刺啦 你還有一些小型的連擊牌 那 只要一來 像是 贏火也是蠻重要的嘛 像他這邊就可以選擇果斷提跑了 但是這邊有收頭嗎 剛好 剛好 他們算的 他們算的斬殺其實都偏快耶 可以看到 Jensen這邊還是一個 因為他對手在動的時候就可以 已經在算了 這樣子 這邊這邊超高興 最像是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其實這種 浪漏追山給要一次 氣勢啦 然後 你看超級高興 頂住壓力 又可以按摩了 到底是在高興的哪一邊呢 是想往前走還是想按摩呢 但是整體的對抗來說還是 就是 心態也都是好啦 對啊 就是他要頂下來嘛 再被直接 過兩場的情況 這裡 我覺得這手要想非常久 因為你打五點傷害 固然就是一個打穩 但是 會不會選冰凍再去接combo 可是冰凍你也是放著 但他有個7嘛 或是可以直接8嘛 我覺得就 缺點 選冰的缺點就是 第二層如果選到AOE那很尷尬 但可以接受是因為 反正你也選到AOE嘛 我覺得這是一個考量 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點 只是如果你選冰凍 然後又沒選到AOE 你可能5ter那一回合要硬扛 所以這邊是復活兩格 然後冰凍 他果然第一層挑冰凍 我可能也比較偏向冰凍 因為假使是這樣 就是 我確實第一層選冰凍 第二層假使拿到AOE 那 很尷尬 第一層等於沒選嘛 但是沒關係 我覺得拿到AOE就OK了 我覺得拿到AOE另外一層就常做沒有 所以AOE還是比較重要嘛 因為清場 對 所以我覺得他拿冰凍 就是 比較合理一點點啦 不過這邊 已經經過一輪 親王的buff 其實 對 如果 這邊如果選擇 下 我覺得可以不用躲這麼多 他這邊不選薩剛的原因應該是 現在薩剛應該是3-4嘛 那如果這邊卡閘拿到的是 全場少4的那個 他確實會被少一波啊 對 但是我覺得可以不用 這麼害怕這件事情 因為他可能薩剛文再接乳蟲就好了嘛 當然他要這樣直接硬躲也是可以 只是這樣硬躲的結果就是 你可能要躲到底耶 因為對面如果假使真的拿到AOE 也不會 交在一個沒有清太多怪的局面上面嘛 對 對 所以他這樣一躲可能待會的出怪時間點 可能要分散得很漂亮 甚至是說 待會兒乳蟲踢到臉 然後他逼對方出AOE之後 乳蟲再踢臉這個壓力 他覺得是夠的 他才這樣打 像這邊的話 這樣子 冰冰的吧 可是他其實他復活的東西很很糟糕 但我覺得是沒錯 但是在後面要讓生物再去送 我覺得都是你要去換人家了啦 就如果你要再讓生物強一點 你可能要丟生物下去送 這邊可能先冰起來 然後下一回合 看6還是怎麼樣 對看6還是怎麼樣 然後7 8這樣子 其實也有一個3 2 1的combo很強 加在裡面 是痛 呃 瘋狂 或是成績也還行 可是如果剛剛直接交死痛的話 我覺得會有點浪費 對 再來就是這個死其實 交給龍人是 在這個對戰來講 比較理想的狀況 對 比較理想的狀況 對 比較理想狀況 甚至是說 後面也還有巫妖王跟戰馬嘛 所以你要面對的東西 其實比起這個坑大爐蟲 機首的東西多太多了 是 好 這邊確定了 牧師的藥水是拿到了 冰起來的 嗯 後來想一想拿第一層冰 其實蠻合理的 沒有 可是如果你有AOE 當然選OE啦 當然 然後7完之後 DuckPone這邊只要 適時的躲一下DK 甚至這邊船長跟兩張虎爛 都可以再憋一下 然後等完你7之後 我稍微躲一下你的DK 遊戲就結束了 對 不過 這邊DuckPone的牌 也是慢慢的 就是 會被消耗掉 嗯 對 那其實跟你的這個揣測很像阿 五五開 對不對 很接近我也五五阿 我覺得雷季打起來是五五開 對 那這三張要選的話 呵呵覺選哪張會比較好呢 他是直接果斷拿盾 想說去直接找牌 對 其實拿盾應該是比較好的 而且 比較中庸的做法 嗯 其他兩張都沒有那麼好 嗯 哇龍人在準五回是很強喔 但是面對到太後期 的情況下其實反而很糟糕 對 因為會被 接下來要到8了 對 剛好會被DK利用 那當然其實平常的8也還好 但是今天 上帝莎有看到他有扣一張8 所以 等於說這張龍人也抽的不是太好 就是他自己抽都抽的蠻糟糕的 比較希望還是 唱RAP的上來吧 嗯 那我是覺得以他的手牌 是不是沒什麼空間 可能要直接拼戰馬嗎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08啦 就是00 喔你說 00這樣至少DK完你還可以接一個戰馬 讓檯面是有戰鬥力的這樣 先08 然後下回合17這樣子 OK 看什麼咧 喔 我想說 這張牌我還是真的是 有點忘記名字 當然就是 當他擊殺生物可以夾2夾2嗎 對 當他擊殺生物 對 現在慢慢的 其實剛剛這樣子08如果沒有給到太好的生物的話 慢慢的這個風向又往這邊 針中那邊吹喔 對 也確實啦 因為Jason剛才讀到一首蠻重要的資訊就是你 沒有太多的補償你才會選擇去讀這個靜咒 靜咒儀式嘛 那你一旦這樣讀那我這個DK就扣得更合情合理 因為我知道你已經在躲我的DK了 對 那你在躲的情況下你就沒有額外的斬鈴 那大家有多時間對於牧師這邊來說絕對是好事 對所以說 我在想他上一首是不是直接戰馬或直接龍人 然後再來是營火戰馬這樣可能好一點 就是直接硬撕就對了 直接把他騙掉 對不然他這樣子扛著其實會慢慢的給牧師一個機會這樣子 當然不過以他在那一回合的視角他沒有辦法check到底有沒有DK 是 對 他等於是直覺性的先躲 就不管有沒有他都想先躲 對但這樣子的話就是讓牧師會有機會慢慢的就是 我們是上帝視角看嘛 對 可能也往回不了這樣子 是 但他的這個做法確實 大範的這個做法是真的比較有機會直接打回來 對 是比較有機會打回來的 因為他剛才講真的以結果來說 他運氣然後玩進愛沙華 他基本上也是等輸 對 他選擇了一個比較有機會直接打回來的做法 而不是慢慢堵DK的手牌比較不好 對就是 我覺得這個沒什麼太大問題 他想從中就是 就是 找他的生機 對 這邊直接軍機自己一波 哇DARK PONG這邊 你看他其實DARK PONG這邊其實有點心態 看他的這個表情有一點受到干擾吧 對 其實這就是我們講就是我們會 就是穩的先過 那我們過就是他會有點 好像有點危險 即便說像假使 兩個選手現在內心都還是很平靜 對 但是氣勢上已經有差別了 對這就是我們在比賽上的心態問題 像我們大哥就講說就是比的是心態 就是你心態一炸裂 他那個整個運跟他的那種調整就會慢慢的有點不順 確實 然後你看這邊相對的我們剛剛贏了兩場的這邊照這邊 對這邊 反而是很有把握然後鬥志十足的感覺 我們先看一下 下一場是由小潮來對戰TOWN60229 這場我看過 你看過 台灣人會贏 戴眼鏡的也會贏 戴眼鏡也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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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待會就會是一場盜賊內戰 不過兩邊的盜賊內戰帶的配置其實差蠻多的 包含說說唱人那還有這個交友旅行者 對 決勝就是他是少了說唱人去放交友 那當然也少了巫妖王嘛 那至於這點UCC會覺得說 是依舊說是看那個親王 親王當然說壓倒心態就不說 但如果平樣順度的話哪一副牌會比較好 當然 這樣子的話我會覺得小的會比較好 因為在小的 其實在這種內戰來講的話 第一個是看誰的 就是看那個排差 再來是看場面 OK 那我們前幾天也有看到是說 有人就算他的親王來了 可是還是贖了 其實那就是看後面的排差的問題 OK 還有場面 或是說即便你有親王 可是我這個如蟲進場嘛 去把節奏扯回來這樣子 就是其實 總而言之你比較喜歡小的啦 嗯 對 我比較喜歡小的 對對對 在這兩個內戰來講就是 我們互相搶場面 然後我們 就看誰的牌先打光 或是誰先卡牌 OK 其實這樣子的話 大家碰到這邊多帶一個 巫妖王是他可能會前期卡到牌的東西 OK 兩個理解 一個是說你覺得打到這麼後面 勝負已分 蛤 就是打到巫妖王那年代 基本上勝負已分了 對 對 但這邊也稍微出現一些卡手的狀況了 對 這邊就開始要想說要甩一些哪些手牌 因為 因為如果這邊 這邊做 這邊做凝視想拿什麼 其實我剛剛想到第一個直覺大概是 直接 群群換一張 就抽一張就好了 稍微補充一下 我看到這邊我蠻看得懂 Duck Pong他剛才選擇盾給魔爪祭司 因為他可能是想說對方如果五回準時出拉閘的話 他3-1跟3-6這樣還會剩一隻 然後像剛剛對方出到這個卡達克斯 他也3-1 就他有一個預先上去做腳痕的動作 然後他也覺得他那個3-1不會死於非命 因為你如果保留一個3-3跟3-4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 害怕說一個單截一個成績就掉了 或是一個可能晚一點的瘋狂在你下來可以拖的神武之後 那像他剛才那樣可能就是預想說這個3-1已經是準備要再 去做交換的一個動作這樣子 那結果來看直覺還蠻成功的啊 那這邊也成功得到一個 他眼淋是得到了痛嘛 可是其實剛剛在腳痛的時候 第一個是您是在剛剛那邊 你也不知道拿什麼 你拿一個痛 那接下來 他的除了右邊的綠牌以外的話 剩下就是可能要靠這邊萊拉加光輝 去升一點牌 不然他待會可能在控場上 或是在抽率上面會有一些卡住的狀況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我打這麼多局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這光輝元素的價值在這個對戰沒有很高 光輝元素嗎 其實光輝元素他在這種對戰來講的話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邊看到手上的萊拉 可能可以做萊拉然後去做一些 比如說你後期 無邪啊 對 或者是一些補充牌的 找一些補牌的東西 對 不然就是他在最後 我們比較常使用的是 5-8之後配費輪 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去 讓更多子彈可以打更多的樣子 我覺得配費輪他是比較講究於在後期 因為透期的情況下大家都抽很多 你不殺我我要殺你這種概念 但如果是你全力去拼抽牌 我常常比較常輸或是比較常贏的情況都是兩回殺 先打一半 對 可是其實兩回殺還是會有風險 是說他在 可能會被雞腿寶吃起來 對 狂吃猛吃 他也不跟你玩了 我就是幫你吃起來 你就變成後面 你可能會有沒有子彈把他打完 OK 對 等於說在這個對戰的選擇性跟操作來說 有蠻多可說性的 對對對 蠻多 OK 再加上 其實再講一點是說 說 還不好說 對 他可能打得比較保守 OK 對 喔 Jason的舞先來了 這個舞就很關鍵啊 很關鍵 對 接下來他可以靠這個舞再加上一些手牌上的 不管就是配我們的萊拉 可能可以打出更多的子彈 對 來開秀吧 我覺得 他選擇去補傷害嗎 就是稍微先打一半啦 他可能是看到說 他直接把大寶王打出來了 對 那可能是 他的牌 裡面是不是沒有雞腿寶 是 因為雞腿寶 因為他可以戰場又可以補血 其實 如果有的話應該會先下 對 如果硬要比 我現在有雞腿寶先補 跟有大寶王先補的話 雞腿寶可能比較好 是 但他可能確認幾個問題是 有雞腿寶但可能沒有小法術 或者是 他選擇輸大寶 因為剛才雞腿寶只能大痛 那我覺得這樣的理解就是 他已經check到 現在雞腿寶 暫時 的用處還不大 即便有的話 要嘛沒有 有的話基本上也不好用 不然其實剛才可以雞腿寶 稍微解一下場面 對 雞腿寶應該解一下場面 可是這邊的話 他選擇慢慢打 大寶這邊選擇慢慢打 其實大寶這邊把兩個丟下去 會不會太急了 我只是很 很糾結他沒有搭到萊拉 我也 第一個是萊拉 我覺得可以留一個啊 然後死學家找一個也不錯 是 對 因為他有龍嘛 對 因為你說骰虛你怕瘋狂藥水 那確實是很有可能發生 但死學家感覺就可以完全彌補這個問題 對啊 其實我蠻 你也很難奢望 你有自己的想法啦 對 或許他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你這一回合 喔 這麼保守 他有自己的想法 結案這樣子 因為他 他想 還是說他覺得說 你只能解我一個光輝 可是這樣子 這樣想也蠻奇怪的 是 就是我 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說 我下兩個也沒關係這樣子 嗯 那Jason這邊就還蠻多條路可以走的喔 可以去選擇稍微做一個回血 那也可以去用 拉閘點天生劑 但點天生劑有一個潛在問題是 他那個藥水要不要出 現在有一個比較尷尬的點是 就是他如果先 先出拉閘的話 他的血量會有點危險 對 抽兩張 剛好有火戰喔 各種補 不過實話實說 他還是在遊戲裡耶 Jason這邊 因為他只要這邊狗過去了 他是先五八的那個人 是 如果他撐過去的話 就相對的 這邊大概碰五還沒來 哇 這邊來這張也太好了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沒事沒事 你旁邊做一個最毒的 你怎麼才會發 對不對 我聽到你就是投Purple 那個Purple嗎 不是對啊 那種是說 你覺得那個誰會不會贏 我說不會 你看他現在已經八強了 我這是做一個最自信的決定 就是我 我誰都沒投 喔 有沒有 好像蠻合理的 對啊 都不要投 這樣子最安全 這邊可能是 應該是要把 我覺得做大翻好危險喔 大翻對方都不為了 應該還是要做 軍妻 對 我覺得像打這個場 有沒有被一次軍妻 厚不厚手 就硬不硬幣嘛 那包含南海水手 或是這整場開局的走向 那像他現在都還蠻缺乏的 這場就很危險 這邊直接下大飯 他感覺他的理解是想要倒打 他想拼一個嗎 其實拼也有他的理由 老實說起來確實有 因為 拼是有他的理由 但是 如果 如果 他 德這邊的手上是 Buff 或者是咆哮 他根本就可以不理你 對他如果這邊是咆哮 甚至直接先開了 對那 再來是說 其實我覺得 在賊在打到這種 封果德的時候 他的關鍵點應該是我們說 剛剛騎講的 背刺軍妻這種心 你就一直把他解掉 對然後他沒有牌 這樣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對 我覺得剛才那是一個分水嶺 就是他如果選擇走軍妻的話 就是賭對方有Buff 那 像他如果走大飯的話 他是賭沒有 那 可是賭大飯有個小缺點 就是 假使說沒有現在這個情況 你還是可能要抽一張 背刺讓你背刺軍妻 你才有機會打回來 對 所以 他這個賭算是比較 高投資 高風險 然後也高報酬 對他如果 如果他這邊抽的不是暗殺的話 而是煞鋼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 甚至 再去擋一下 背刺或南海搞不好還可以 南海就南海軍妻嘛 對對對 但是這個抽的 因為他剛才選擇大飯 所以他能抽的東西相對來說 就少了很多 而且如果剛剛是先解掉 船長的話 如果這樣 這樣其實我們是上帝視角看嘛 對 可能也 往回不了這樣子 是 但他的這個做法 確實 大飯的這個做法 是真的比較有機會 直接打回來 對是比較有機會打回來的 因為他剛才講真的 以結果來說 他軍妻然後玩進 艾莎花 嗯 他基本上也是 等輸 對 他選擇了一個比較有機會 直接打回來的做法 而不是慢慢賭 德魯的手牌比較不好 對就是 我覺得這個沒什麼 沒什麼太大 他想從中就是 找他的生機 對 這邊直接軍妻自己一波 哇 DuckPone這邊 其實DuckPone這邊 其實有點心愛 看他的這個表情 有一點 可能是 他的牌 裡面是不是沒有雞腿寶 是 因為雞腿寶 因為他可以戰場又可以補血 其實 如果有的話應該會先下 對 如果硬要比 我現在有雞腿寶先補 跟有大補完先補的話 雞腿寶可能比較好 是 但他可能確認幾個問題 是有雞腿寶 但可能沒有小法術 或者是 他選擇出大補完 因為剛才雞腿寶只能大痛 那我覺得這樣的理解就是 他已經check到 現在雞腿寶 暫時的用處還不大 即便有的話 要嘛沒有 有的話基本上也不好用 不然其實剛才可以雞腿寶 稍微解一下場面 對雞腿寶應該解一下場面 可是這邊的話 他選擇慢慢打 DuckPone這邊選擇慢慢打 其實DuckPone這邊把兩個丟下去 會不會太急了 我只是很糾結他沒有搭到萊拉 我也 欸 第一個是萊拉 我覺得可以留一個啊 然後 死學家找一個也不錯 是 對 因為他有龍嘛 對 因為你說骰虛你怕瘋狂咬水 那確實是很有可能發生 但死學家感覺就可以完全彌補這個問題 對啊 其實我蠻 你也很難奢望 他有自己的想法啦 對 或許他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你這一回合你 喔 這麼保守 他有自己的想法 解案 這樣子 因為他 他想 還是說他想他覺得說 你只能解我一個光輝 可是這樣子 這樣起來也蠻奇怪的 就是我 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他有自己想法說 我下兩個也沒關係這樣子 那Jason這邊就還蠻多條路可以走的 我可以去選擇稍微做一個回血 那也可以去用 拉札點天生劑 但點天生劑有一個潛在問題是 他那個藥水要不要出 對 現在有一個比較尷尬的點是 他如果先 他如果先 先出拉札的話 他的血量會有點危險 對 抽兩張 剛好有火箭喔 各種補 這邊先算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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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殺 這邊 檯面上是 15 15D是比較沒辦法 那就是 可以可以可以 他可以天生劑 他就加兩個 其實已經到利手了 我們剛剛還在想說 要把他變成綠拉札 完全兩個菜雞完全被這個 尖效吸引住 對 太想看綠拉札 對 那這邊補兩個天生劑 傷害是 那他的子彈會變得比較少 對 雖然說即便是撿到 你也覺得不用去拚就對了 因為只知道沒掃場 還不知道有沒有補血 這樣子 對 他可能也是有卡龍到 Jason這邊是有特化一張大補彎 對 想不想治療藥水 對 沒錯 但是 這樣子這邊都打得回來嗎 有點難 而且我覺得Duck Pong這首 不下可能還有再想一個原因是 他搞不好下一回可以522 就是法術減二費 法術減二費 拚一個就對了 你就直接開賭嘛 反正 我覺得對Duck Pong這邊來說 他假使說真的秀得很糟糕 他是有挽回餘地的 因為他其實連震報也都還沒丟 他是秀得很糟糕 他是有餘地 但是 其實這個內戰來講 還是很多細節有存在 對 所以說 還不好說 對 他可能打得比較保守 OK 喔 Jason的舞先來了 這個舞就很關鍵啊 很關鍵 接下來他可以靠這個舞 再加上一些手牌上的 不管就是配我們的萊拉 可能可以打出更多的子彈 嗯 對 來開秀吧 我覺得 他選擇去補傷害嗎 就是稍微先打一半啦 他可能是看到說 他直接把Duck Pong打出來了 對 那可能是 他的牌裡面是不是沒有雞腿寶 因為雞腿寶 因為雞腿寶 因為他可以戰場又可以補血 其實 但是 如果有的話應該會先下 對 如果硬要比 我現在有雞腿寶先補 跟有大寶寶先補的話 雞腿寶可能比較好 是 但他可能確認幾個問題 是有雞腿寶 但可能沒有小法術 或者是 他選擇出大寶寶 因為剛才雞腿寶只能大痛 那我覺得這樣的理解就是 他已經check到 現在雞腿寶暫時的用處還不大 即便有的話 要嘛沒有 有的話基本上也不好用 不然其實剛才可以雞腿寶 稍微解一下場面 對 雞腿寶應該解一下場面 可是這邊的話 他選擇慢慢打 大風這邊選擇慢慢打 其實大風這邊把兩個丟下去 會不會太急了 我只是很 很糾結他沒有搭到萊拉 我也 第一個是萊拉 我覺得可以留一個 然後 史學家找一個也不錯 是 對 因為他有龍 對 因為你說骰虛你怕瘋狂咬水 那確實是很有可能發生 但史學家感覺就可以完全彌補這個問題 對啊 其實我蠻 你也很難奢望 他有自己的想法 對 或許他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 你這回合 喔 這麼保守 他有自己的想法 結案 因為他 他想 還是說他覺得說 你只能結我一個光輝 可是這樣想起來也蠻奇怪的 是 抽牌了 對 好 這次就真的沒選到了 這邊其實沒有選到抽牌 你看 一個有抽牌一個沒抽牌 其實他們的抽率就會 差很多 差蠻多的 好 這邊的話 0 4 不過還好Jason有選到抽牌 不然像他剛才因為火戰師沒有留下來 跟苦痛做combo 他如果再沒選到抽牌 他前面的選擇會導致於很尷尬 是 但這邊也稍微出現一些卡手的狀況了 對 這邊就開始要想說要甩一些哪些手牌 因為 因為如果這邊 這邊做0 4 這邊做0 4 想拿什麼 其實我剛剛想到的第一個直覺大概是 直接 群群換一張 對 就抽一張就好了 稍微補充一下 我看到這邊 我蠻看得懂Duck Pong 他剛才選擇盾給魔爪祭司 因為他可能是想說 對方如果5回準時出拉閘的話 他3 1跟3 6 這樣還會剩一隻 然後像剛剛 對方出到 這個 卡札克斯嘛 他也3 1 就他有一個預先上去做腳痕的動作 然後他也覺得他那個3 1 不會死於非命 因為你如果保留一個3 3跟3 4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 想 害怕說一個單截 一個成績就掉了 但 或是一個可能晚一點的瘋狂 在你下來可以拖的生物之後 那 像他剛才那樣可能就是 預想說這個3 1 已經是準備要再 去做交換的一個動作了 這樣子 那結果來看執行還蠻成功的啊 那這邊也成功得到一個 害您是得到的痛嘛 可是其實剛剛在腳痛的時候 嗯 第一個是 您是在剛剛那邊 你也不知道拿什麼 你拿一個痛 那接下來 他的 除了 右邊的 綠牌以外的話 剩下就是 可能要靠 這邊 萊拉加光輝 嗯 去升一點牌 不然他待會可能在控場上 或是在 抽率上面會有一些卡住的狀況 是 其實我自己 的感覺啊 就是我 打這麼多 呃 橘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這光輝元素的價值 在這個對戰沒有很高 光輝元素嗎 其實光輝元素 他在這種對戰來講的話 嗯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邊看到手上的萊拉嘛 是 可能可以做萊拉然後去做一些 比如說你後期 補血啊 對 或者是一些補充牌的 找一些補牌的東西 嗯 不然就是 他在最後 我們比較常使用的是 五八之後配 廢輪 嗯 嗯 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去 讓更多子彈可以打更多的樣子 我覺得配廢輪 他是比較講究於在後期 是 因為後期的情況下 大家都抽很多 你不殺我我要殺你 這種概念 但如果是 你全力去拚抽牌 我常常 比較常輸 或是比較常贏的情況 都是兩回殺 先打一半 喔是 有可能會補回來這東西 那他的子彈會 變得比較少 對 雖然說即便是撿到 你也覺得不用去拚就對了 因為只知道沒掃場 還不知道有沒有補血 這樣 對對對 他可能也是有看到 Jason這邊是有特化一張大補丸 對 強叫治療藥水 對 沒錯 但是 這樣子Jason都打得回來嗎 有點難 而且我覺得DuckPong這首 不下可能還有再想一個原因是 他搞不好下一回可以522 就是法術減二費 法術減二費 拚一個就對了 你就直接開賭嘛 反正 我覺得對DuckPong這邊來說 他假使說真的秀得很糟糕 他是有挽回餘地的 因為他其實連震寶也都還沒丟嘛 他是秀得很糟糕是有餘地 但是 其實這個內戰來講還是很多細節有存在 對 所以說 還不好說 對 他可能打得比較保守 OK Jason的五仙來了 真的 這個五就很關鍵啊 很關鍵 接下來他可以靠這個五 再加上一些手牌上的 不管就是配我們的萊拉 可能可以打出更多的子彈 對 來開秀吧 我覺得 他選擇去補傷害嗎 就稍微先打一半啦 他可能是看到說 他直接把大寶王打出來了 對 那 可能是 他的牌 裡面是不是沒有雞腿寶 因為雞腿寶 因為他可以戰場又可以補血 其實 如果有的話應該會先下來 對 如果硬要比 我現在有雞腿寶先補 跟有大寶王先補的話 雞腿寶可能比較好 是 但他可能確認幾個問題是 有雞腿寶 但可能沒有小法術 或者是 他選擇出大寶 因為剛才雞腿寶只能大痛 那我覺得這樣的理解就是 他已經check到 現在雞腿寶 暫時的用處還不大 即便有的話 要嘛沒有 有的話基本上也不好用 不然其實剛才可以雞腿寶 稍微解一下場面 對 雞腿寶應該解一下場面 可是這邊的話 他選擇慢慢打 大鳳這邊選擇慢慢打 其實大鳳這邊把兩個丟下去 會不會太急了 我只是很糾結他沒有搭到萊拉 我也 第一個是萊拉 我覺得可以留一個 然後死學家找一個也不錯 是 對 因為他有龍 因為你說骰虛你怕瘋狂咬水 那確實是很有可能發生 但死學家感覺就可以完全彌補這個問題 對啊 其實我蠻 你也很難奢望 他有自己的想法啦 對 會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你這一回合 喔 這麼保守 他有自己的想法 結案 這樣子 因為他 他想 還是說他覺得說 你只能結我一個光輝 可是這樣子 遊戲就結束了 對 不過這邊大鳳的牌 也是慢慢的 就是會被消耗掉 那其實跟你的這個揣測很像 五五開 對不對 很接近五五 我記得打起來是五五開 對 那這三張要選的話 呵呵覺得選哪張會比較好呢 他是直接果斷拿盾 想說去直接找牌 對 其實拿盾應該是比較好的 而且 而且 比較中庸的做法 嗯 其他兩張都沒有那麼好 哇 龍人在準五回是很強喔 但是面對到太後期 的情況下其實反而很糟糕 對 因為會被 接下來要到8了 對 剛好會被DK利用 那當然其實平常的8也還好 但是今天 上帝沙有看到他有扣一張8 所以等於說這張龍人也抽的不是太好 就他這幾抽都抽的蠻糟糕的 比較希望還是唱RAP的上來吧 嗯 那我是覺得以他的手牌 是不是沒什麼空間 可能要直接拚戰馬嗎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08啦 就是00 喔 你說 00這樣至少DK完 你還可以接一個戰馬 讓檯面是有戰鬥力的這樣子 先08 然後下回合17這樣子 OK 對 看什麼咧 喔 我想說 這張牌我還是真的是 有點忘記名字 但就是 當他擊殺生物可以加熱加熱嗎 對 當他擊殺生物 對 像慢慢的 其實剛剛這樣子08如果沒有給到 太好的生物的話 嗯 慢慢的這個 風向又往這邊 震動那邊催喔 嗯 對 也確實啦 因為 Jason剛才讀到一首蠻重要的資訊 就是你 沒有太多的補償 你才會選擇去讀這個靜咒 靜咒於四嘛 嗯 那你一旦這樣讀 那我這個DK就扣得更合情合理 因為我知道 你已經在躲我的DK了 對 那你在躲的情況下 你就沒有額外的 斬鈴 那大家也拖時間 對於牧師這邊來說絕對是好事 對 所以說 我在想 他上一首 是不是 直接 戰馬或直接龍人 然後 再來是 營火 戰馬這樣可能 好一點 直接把他騙掉 對 不然他這樣子 扛著其實 就是 會 慢慢的給牧師一個機會這樣子 嗯 當然不過 以他在那一組回合的視角 他沒有辦法check 到底有沒有DK 是 對 他等於是 直覺性的先躲 就不管有沒有他都想先躲 對 但這樣子的話就是 讓牧師會有 有機會 慢慢的就是 拿一點盤在這邊 那這邊角度自己的尖效 算是消耗到最後一兵一足 就是不DK 慢慢等 嗯 就等啦 反正這邊來到這邊 德魯魚 非常難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可以過這個嘲諷 我覺得這邊抽這個 應該要走了 呃 有點違憲 對 對 因為雖然說瘋狗德 確實對你這個86 稍微沒想法的一些 但是 以上下來看 看到 手上還有阿雅跟尋找出路 而且包含說 如果今天你是要講爆發的話 不講台面出路 就單純講爆發 德魯魚單隻的爆發 瘋狗德這邊可想而知 低到不行 是 所以 這邊 如果就直覺概念啦 就是阿雅 然後尋找出路 蝴蝶個盾 或是甚至可以去 批一張牌 這邊 我可能會選擇阿雅 然後加兩次攻擊 直接把 588這邊做換 這樣也不錯 這樣也是很穩 對 那台面上剩下一個3-2 其實對瘋狗德這邊 對於蔡德這邊會沒有 那麼大的壓力 再加上 這邊的 瘋狗德打到後面 非常的 就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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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綠牌的手段 沒有續戰力這樣子 對 也確實啊 如果加兩次攻擊力 甚至 待會遇到這種 比如說活踢法力 這種比較棘手的檯面 都有機會直接反殺 瘋狗德這邊 嗯 呃 我想說 決勝就這場比較可惜 就像我們這個 前一天 Tommy老師說過 前十張牌定生死 但前面這十張牌 一張buff 都沒看到 那確實是 很難打贏 蔡德這邊 那這邊 待會鳳的話 是不是想要 塞一個 斬殺 這邊就蠻明顯的 就直接尋找出 當跑效再用 他就是要 然後 要逼著這身之後 可能做 解牌 後盪 然後下一回他一定要 斬殺 也確實是算準的 十三點爆發 在台面這個 獵爆的情況下 是絕對死不了的 是 好 那我們恭喜 Dark Pong這邊率先 拔的頭籌 以我們的 崔玉德拿到 雖然說 剛才沒看到ban 但應該就是 兩邊都ban術士 應該是都ban術士 對 以我們的猜測來講 那如果是這樣來說 下一場Dark Pong 是比較應該出牧師 還是盜賊呢 剩下的話 這邊 Dark Pong這邊剩下的是 牧師跟盜賊 那 Dark Pong這邊應該要先走牧師 對 先走牧師 但JZ9搞不好 就因為這樣子 有一點變動嗎 我選擇在打一個牧師內戰喔 因為他 接下來我剛才有講到 Dark Pong這邊 就是 我們賊可能會被 德關到 是 然後牧師 打剩下的其實就是 有點像5-5這樣打 對 那我覺得 牧師先過會比較好一點 留著最後的賊 然後再一個一個慢慢打 喔 這邊我的想法 稍微有點出路耶 其實我比較 覺得啦 就是 Jason是不是可以先出到賊 Jason這邊先出到賊 你覺得 賊打牧師 有開大嗎 我覺得賊可以打牧師 去考慮 快攻 瘋果德的情況來講 是因為他 比較好打到賊 OK 對 那我們 會比 崔玉德來好 來好打到賊 對 所以說 他們選擇瘋果德的原因是這樣 但是 我們選擇 德魯伊的情況是 他比較好打 牧師嗎 像我們剛剛看到這樣 沒錯沒錯 所以說 這個主流道牌 他們的最基本 都是把我們的西瓜術 BAN掉 OK 然後就是有點主流 然後搶牌 我們只怕西瓜術 然後把西瓜術都BAN掉 那我們就是全部都是搶牌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把這個重點放回戰場 喔 這邊如果是DK跟阿亞的話 赫赫會怎麼做選擇 應該是DK 再繼續擋吧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空洞德這邊已經沒有手牌了 對 那這邊的 其實崔玉德他的 就是綠牌的牌非常多 所以那我們就一直擋一擋 然後擋到我們把他絕不解掉 然後再繼續利用一些場面上的優勢 或者是阿亞這種怪 然後再把他場面上打回來 像瘋果德其實他會到後期會越來越武力 OK 感覺他去設計這首揮擊 是有他的邏輯在的 因為待會 這個檯面再加上兩隻E5的甲蟲擋在這 應該很有可能促使揮擊陣型的出現 是 但是這邊 5881下去喔 這邊其實給崔玉德來講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算多了一個變數阿 是 那當然這時候其實也還蠻希望 自己的散播瘟疫一來 應該就碰了 對於瘋狗德這邊來說 是 這邊 可是這邊散播瘟疫一來的話 其實他不能搭配揮擊 沒關係他下個暴君怎麼樣 下個暴君 然後按個天生計 我覺得這樣就挺強的了 可是如果我們現在以下台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 如果下一回沒有進 對 如果沒有進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打 這就是另外一個需要想的問題 對 可是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在想說 是不是 這邊揮擊的話 留一隻 不行不行 這邊揮擊的話 就沒有辦法去下個怪 去給他壓力 因為現在才八點水晶而已 那如果這邊抽牌的話呢 他算可以下暴君 那他剩下三點可以出什麼 這邊會有點需要去思考一下 我覺得也有機會 阿雅天生計 那如果阿雅天生計的話 他 進咆哮 對 就可能 好像咆哮會直接倒掉 因為你這樣是解兩隻嘛 然後咆哮 天生計過一隻 在台面三隻的話 就倒了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 喔他選擇掌水晶 然後揮擊 等於是一個 類似一個533的概念 哇這手打得漂亮耶 344 就把這個 對 應該還是要做 軍妻 對 我覺得像打這個場 有沒有被 軍妻 厚不厚手 就是硬不硬幣嘛 那包含南海水手 或是這整場開局的走向 那像他現在都還蠻缺乏的 這場就很危險 這邊直接下大飯 他感覺他的理解是想要倒打 他想拼一個嗎 哇這邊 其實拼也有他的理由 老實說起來 確實有 拼是有他的理由 但是 如果 他 得這邊的手上 是 BUFF 或是咆哮 他根本就可以不理你 對他如果這邊是咆哮 甚至直接先開 對那 再來是說 其實我覺得 在賊再打到這種 呃 封果德的時候 嗯 他的 關鍵點應該是我們說 剛剛奇獎的 背刺軍妻這種心 你就一直把他解掉 對然後他沒有牌 這樣子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對 我覺得剛才那是一個分水嶺啦 就是 他如果選擇走軍妻的話 就是賭對方有BUFF 那 像他如果走大飯的話 他是賭沒有 那 可是賭大飯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假使說沒有現在這個情況 你還是可能要抽一張 背刺讓你背刺軍妻 你才有機會打回來 對 所以 他這個賭算是比較 高投資 高風險 嗯 然後也高報酬嘛 對他如果 如果他這邊抽的不是暗殺的話 而是煞鋼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 再去擋一下 背刺或南海搞不好還可以 南海就南海軍妻嘛 對對對 但是這個抽的 因為他剛才選擇大飯 所以他能抽的東西相對來說就少了很多 而且如果剛剛是先解掉 船長的話 如果這樣 這樣其實我們是上帝視角看嘛 嗯 對 可能也往回不了這樣 是 但他的這個做法 確實大飯的這個做法 是真的比較有機會直接打回來 對 是比較有機會打回來的 因為他剛才講真的 以結果你來說 他軍妻然後玩進 愛沙花 嗯 他基本上也是等數 對 他選擇一個比較有機會直接打回來的做法 而不是慢慢賭W的手牌比較不好 對就是 我覺得這個沒什麼 沒什麼太大的 他想從中就是 找他的升級 嗯 對 這邊直接軍七自己一波 哇 DarkPong這邊 其實DarkPong這邊 有點心態 看他的這個表情 有一點受到干擾吧 對 其實這就是我們講的就是我們會 就是 穩的先過 嗯 那我們過就是他會有點 哇 好像有點危險 即便說 像假此 兩個選手現在內心都還是很平靜 對 但是氣勢上已經有差別了 對這就是我們在比賽上的心態的問題 OK 像我們大哥就講說 就是比的是心態 嗯 就是你心態一炸裂 對他那個整個運跟他的新的那種調整 就會慢慢的有點不順 確實